大陸人民银行今天公布 2月底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人民币29兆1900亿元 其中2月新增外汇占款1282亿元 与1月相比较 纵减3091亿元 不仅低于市场预期 也创五个月来新低 大陸房地产项目降价现象 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 也不能够倖免 新华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纸指 房价涨跌会成为常态 部分地区房市恐怕会崩盘 中国长江两岸极具大量的化工 炼油钢铁等企业 这些工厂排污对长江造成严重污染 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建民 接受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长江沿岸大约有40多万家化工企业 长江已经形成将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 其中包括300多种有毒污染物 近民报前总编刘静图被当街砍杀之后 香港在线传媒人遇袭事件 即将创刊的香港城报 一名任职高层的女子 与两名男性友人在尖沙嘴科学管道 被四名戴口罩男子以铁棍袭击受伤 被送往伊丽莎博医院救治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 本期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